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力 第1232集 高寿青年激动地点头 绝对是的 我前两天还见过他的画像呢 真没想到 我们竟然会和秦奥风大人偶然遇上 米萨 记住这个名字吧 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将来我们去了七王城 一定要参加七王城的军队 今后也为秦奥风大人效力 少年也露出期待之色 嗯 希望秦奥风大人一路平安 我相信他一定能击败神龙谷那些恶人的 别人这么想 奥风并不知道 知道了也不会在意 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本心和原则行事 这种事情遇不到也就算了 遇到了总归无法视而不见 相逢既是有缘 就算是为了昔日的那点怀念之心 他也不能看着这对兄弟死在自己眼前 不过 奥风也是逃亡状态 不适合再带上人 那两兄弟也该有自己的路 他就随手给他们解决了一点困难 没有更多插手了 现在麻烦的是他自己 意外暴露 必会引来一场恶斗 或许是上天都不想让神龙谷安安稳稳地放他过关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闯一闯了 奥风脚下发力 身形闪动 迅速地顺移冲行 他要在神龙谷围堵上自己之前 更多地往绝雷岗深处走 看看能不能找到空子与对方周旋 这样大的动作肯定会引起注意 只是既然已经动手杀了人 就算不动 对方也会很快发现 神龙谷此时确实已经发现了问题 寿西营地周围一片惊呼 有情况 古轮那一句点的人全死了 秦奥风 定是那秦奥风 秦奥风出现了 快 快报告军团长大人 这次的搜查 神龙谷是早有准备的 倒也没有太慌乱 马上将情况上报给了 坐镇在主力军团中的议长 这位议长名叫龙熙 神龙谷第三议长 此地三大军团的总军团长 个人实力并不算强 但很擅长行军作战出谋划策 本来他所带领的军团 并不是走这条路线的 绝雷岗之前 也就两大军团会师 收到盘龙城被袭的消息后 龙熙就果断带着手下的军团 一起来到这里 等待拦截奥风 并布下了一连串的阵势 这秦奥风果然出现了呀 居然敢闯进我们的包围圈里 他还真够自负的呀 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认你是多厉害的强者 进了这绝雷岗 你就别想出去了 来人 关闭周边两城传送站 彻底封锁绝雷岗 将所有搜索的成员 全部调到西部来 找到秦奥风 就给我立刻围攻上去 拖住他 等待我们过去 龙熙一声令下 身后三大军团齐齐开拔 这可是三十万名强者大军 数量产生质变 这么多人联手攻击的力量 是极为可怕的 如果真的被他们围住 不惜代价全殴的话 连大军王都有可能会陨落 此时的绝雷岗 可以说是五步一哨 十步一岗 奥风一路向前奔行 不到一刻功夫 居然就遭遇到了四支搜查小队 这四支小队 虽然实力很差劲 被他随手救给灭杀 可还是不断地有人自报 回去汇报消息 该死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这么拼命 神龙谷 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看着又一个探子自报远去 奥风微微皱起眉头 他几乎是见到一对人 马上就有人自报传讯 也不管他是不是出手攻击 这样就确保了消息的传递 使得他根本无法甩开敌方的监视 虽然开始就知道 这次神龙谷会很疯狂 奥风还是没料到 他们居然会这么狠 这简直是完全没有把旗下弟子的性命当回事 正常来说 是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会有这样的情况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高层下了死命令 或者是逼他们行动前立誓了 这是想用人命堆死他 用一个个生命支出了一张天罗帝王 这等手段真是有伤天合 不过也的确有效 奥风不得不承认 这种情况下 自己是很难摆脱掉追踪了 绝雷岗的地形 光秃秃的根本没地方躲 他的行动完全暴露在神龙谷的视线下 任何动作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只要搜查小队继续不停地粘上来 他就会找不到机会隐藏伪装 而行踪一直被掌握 就会被更多的人 从各个方面围追堵截到 这帮狗皮膏药还真甩不掉 怎么不见之前他们放进来的人 要是遇到 或许还能造成点混乱 啊 那是 奥风正想着 就看到前方一座较高的小山坡下 有一片人影 一个箭步跳过去 却在看到周围景象的时候 倒吸了一口凉气 竟然是一地的尸体 从他们的衣装上 奥风还是能看出 这就是早先进入险地的一批航商 神龙谷的人竟然把他们给杀了 看来他们也害怕奥风 又混入冒险者的团队里去 干脆来了个大清洗 断掉他可能会隐藏和前行的路子 也不知道整个绝雷港中 还有多少这样的队伍被残杀 敌人的狠觉让奥风感到头疼的同时 心中也少有的生起了一股怒火 神龙谷自己的人也就算了 这些冒险者却真是无辜的 对方的手段未免也太歹毒了 这是宁肯错杀一千 也绝不会让他漏网啊 你们就真的想赌到我吗 为此就这样不择手段 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追上来又能怎样 奥风眼中闪过了一道冷芒 一挥黑色长袍 在那高高的小山头上坐了下来 也不理会远处那几对颤颤巍巍 不知道该上前送死还是自爆的神龙谷小队 竟自闭目养神起来 看到奥风居然不跑了 远处地搜索小队呆愣了一下 这人在搞什么呢 跑也不跑打也不打 居然在这里坐等大君到来 这也太豪迈了一点吧 难道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 打算束手就擒了 众人觉得 困兽游斗 兔子急了 还要咬人呢 可奥风却连急都不急 莫非这位八代幻神 其实也就是说着厉害 实际上却是个混吃等死的货色 不管怎么付费 一帮探子还是庆幸自己不用死了 并及时地将奥风的讯息汇报给了龙溪 龙溪收到消息 马上就带着三十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包围过来 烟尘滚滚 喧嚣不绝 远处吵杂的声音已经可以清晰地收入耳中 四面八方全是人影 无数的军团强者将整个小山的山丘团团围住 从地面到空中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球形 几乎再也没有留下一丝缝隙 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别想再突围出去 端坐在山头的奥风却依旧是稳如泰山 亲奥风陛下 老您在这久等了 天空上忽然传来一道傲慢的贺声 奥风默得睁开眼 抬头看了看 狼烟滚滚的四周 和那突然现身阵前的一名黄袍男子 唇角扬起了一抹冷笑 这位想必就是神龙谷第三一掌 以足智多谋著称的龙溪陛下了 原来神龙谷这次行动的指挥官就是你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